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兴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4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波士顿炸弹袭击案 震惊全美 美国应该如何防范本土恐怖主义 中国官媒赞扬胡耀邦 有多大的政治含义 首先请李一华来介绍 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一华 好的谢谢宁兴 新闻首先带您先来关注 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最新进展 美国马萨州塞州警方说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 一名嫌疑人已经死亡 另一名嫌疑人仍然在逃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两名嫌疑人是来自 俄罗斯车臣地区的兄弟 合法居住在美国 并在美国至少居住一年 仍然在逃的是19岁的沙尔纳伊夫 有关官员说 一号嫌疑人在于警方的枪战中 重弹身亡 保安人员继续在波士顿郊区 展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波士顿警方说 马拉松爆炸案被列为 二号嫌疑人的白帽嫌疑人 仍然在逃 警方向马萨诸塞州 沃特顿的居民发出警报 敦促他们留在家中 除警察之外 不要给任何人开门 当地一名地区检察官确认 这两个人就是在 马省理工学院打死了一名校园警察 然后抢车逃往沃特顿的嫌疑人 警方说 两名嫌疑人在 逃顿警察追捕途中 从车里往外投掷了爆炸物 目前还不知道警方抓获 一号嫌疑人的细节 警方说 该嫌疑人在与警察对射时被击中 贝斯以色列医院方面说 该成年男性嫌疑人 送院时已经处于心脏骤停状况 身上有多处枪伤 还有弹片击伤的痕迹 联邦调查局星期四公布了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两名嫌疑人的照片和录像 他们将其中戴着黑帽子的嫌疑人 称为一号嫌疑人 另一名反戴着一顶白色棒球帽的 被称作二号嫌疑人 两个人都背着双肩背包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好的 有关这方面的话题 在稍后的焦点对话当中 主持人和来宾将会有更多精彩的讨论 接下来 在美国德克萨斯中南部小镇 韦斯特的一家化肥厂 发生爆炸事故之后 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 寻找幸存者 这次爆炸的破坏力 相当于一次小型地震 警方说 韦斯特镇星期三晚上发生的爆炸 可能导致多达15人死亡 160多人受伤 爆炸摧毁了大约80所住房 当局担心 在废墟中进行搜索时 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尸体 这次爆炸可能是起火引起的 调查人员对现场那些可能具有 威胁性的化学制剂感到担忧 一个国民警卫队小组 已经奉命对危险排放物进行监测 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星期四说 爆炸后的残局正像一个真正的噩梦 他表示 有关遇难者的大部分信息 仍然是非常初步的 另一方面 韩国官员星期五在首尔会见了 中国和日本驻韩大使 讨论消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可能办法 一天之前 朝鲜表示 在取消联合国制裁之前 不会与美国或者韩国展开任何谈判 下面是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报道 几周来 朝鲜威胁说 由于美国和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以及他们对联合国针对朝鲜制裁的支持 朝鲜要向这两国发动攻击 美国和韩国说 没有证据显示 朝鲜正在准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不过 韩国国防部门官员说 有迹象显示 朝鲜已经做好试射中程导弹的准备 导弹的射程可以抵达美国领土关岛 星期五 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士 会见了中国驻韩大使张新森 讨论朝鲜半岛最近的局势发展 朝鲜去年12月发射火箭 让北京对这个邻国感到愈加不满 中国同意加强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 同时也在重新审视金正恩上台一年后的中朝关系 与此同时 韩国统一部长官柳吉在说 朝鲜半岛的当前局势令人遗憾 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朝鲜半岛的安全 因为朝鲜持续的言行正在被严重破坏 这十分令人遗憾 我们希望通过韩国与日本的紧密合作度过难关 朝鲜可能的火箭发射让日本政府高度警觉 日本一周前就已在东京市内和周围部署了导弹拦截系统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警方星期四连夜逮捕了前总统穆沙拉夫 并在星期五将他移送伊斯兰堡一家法院出庭 巴基斯坦一位法官星期四下令逮捕穆沙拉夫 他的罪名是在2007年当政时罢免法官 穆沙拉夫被送往首都近郊的一个地方软禁 两天之后他将在一个反空法庭出庭 这位现年69岁的巴基斯坦前军人统治者 在他的脸书网页上表示 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将奋力洗刷罪名 1999年穆沙拉夫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夺取政权 他在2008年面临弹劾被迫下台 穆沙拉夫自我流亡大约四年之后 在上个月底返回巴基斯坦 计划在下个月举行的大选中竞选议员 但是法院判定他不具备参选资格 新闻最后 世界卫生组织说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 中国最近发现的新型禽流感病毒 会轻易透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染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机构负责人蓝瑞明星期五说 证据显示禽类是传染H7N9型禽流感病毒的载体 但是研究人员还不能确定明确而肯定的传播途径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 在病毒是否会发生某种变异 是否会通过人与人接触传染的方面 情况在不断变化 在已经出现的变化中 还会有另外的变化 我们无法预测 也不可能预测 但是如果有变化 病毒就要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之外 再出现新的变异 可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据显示出现这种情况 自从上个月中国首次公布人类感染H7N9型禽流感病毒以来 已经有17人死亡 患病人数已达到82人 其中绝大多数在上海附近 目前确信病毒是由禽类传染给人的 这就极大的限制了它的传播能力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 由您新主持的焦点对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4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新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波士顿炸弹袭击案震惊全美 美国应该如何防范本土恐怖主义 中国官媒赞扬胡耀邦有多大的政治含义 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 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保申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 4月15日发生在波士顿 马拉松比赛现场的炸弹爆炸 是911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袭击发生之后 事件发展迅速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到今天清晨为止 警方已经击毙一名嫌疑人 并对另一名嫌疑人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这次事件从袭击到调查 一方面凸显了防范本土恐怖袭击的难度 另外一方面也显示了美国反恐的特点和效率 那么美国的执法机构和民众应对这次袭击做得怎么样 美国如何才能防范恐怖袭击 成为美国社会无止境的噩梦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请保深 我们的资深编辑保深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最新的这个进展情况 好 我们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昨天下午公布了两名嫌疑人的照片和录像 那么昨天晚上十点多钟 这两名嫌疑人在波士顿剑桥附近的一个便利店 7-11附近和警方发生了对峙 他们用枪打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警察 并打伤了另外一名警察 然后武装劫持了一辆汽车逃逆 这时候警察在后部追赶 这两名嫌疑人朝警方开枪 然后还扔置爆炸物 估计是手榴弹 然后警方和这两名嫌疑人发生了枪战 其中一名就是戴着黑帽子那个 现在报道说他是哥哥 两个人的哥哥已经被打死 另外一个名嫌疑人就是戴着白色 反戴着白色棒球帽的那个嫌疑人 现在仍然在逃 最新消息说波士顿有关当局 已经要求所有的市民 包括那个小镇沃特镇 还有其他整个波士顿的市民 都要待在家里 不要出门 不要有人敲门 不要打开门 除非警察 而且波士顿的所有的公共交通 现在都已经停驶 关于这两个嫌疑人 现在美国媒体因为很多了报道 这两名嫌疑人是一对兄弟 来自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 车臣地区 他们在美国已经合法居住了一年以上 而且他们的姓名 现在也已经有所报道 当然这还需要 这个有关当局的进一步核实 简而言之 昨天发生枪战 两名嫌疑人当中一个被打死 另外一个仍然在逃 那么在我们这个讨论中间 如果有任何新的情况 我们随时会向观众朋友通报 那么刘平先生 这个事情从袭击案发生到现在 也就不过四天时间 那么美国的这个执法机构 动作非常的快 那么从这次这个案件的处理 您觉得可以体现出美国在反 就是防范本土恐怖主义方面 有哪些特点 跟我们很快地分析一下 好 最主要原因就是动员 这个所谓动员呢 包含治安机构的动员 我们发现很快的 就是FBI在这个联邦调查局 来主导这件事情 所有的单位它这个指挥步调统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第二个它的资讯的来源非常广 美国这个FBI昨天讲 一百多年来我们靠大家做耳目 现在依然要靠大家 在关键时刻做耳目 因为看到这个 它提供的这个照片画 这个摄像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可是呢 FBI讲的一句话 它的家人应该认得出来 虽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举动 但是还是要请你们来提供讯息 所以呢 它这个资讯搜集 然后资讯的传播 非常快的这个达到了 它的预期效果 好 听听破空的看法 破空 我觉得跟这个破案的神述 是美国这个一个是有经验 在我们知道在911之后 部下的这种遍布全国的 这些那个监控器 就是摄像机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仅是政府的摄像机起了作用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民众手上 有各种各样的摄像的设施 照相机和手机 这个iPhone这些都起了作用 汇集了大量的资料 说美国迅速的就找到了这两个嫌疑人 而且判断是相当准确 找到了嫌疑人之后 又迅速的就是对嫌疑人采取了行动 那么这嫌疑人一死一逃 证明警方的判断是非常有效的 说这911之后 这是最惨痛的一次恐怖攻击 但在12年的过程中 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像波士顿那么大 马拉松的比赛是2万多人 微观者50多万 这样的事情防不胜防 但在美国是发生了是一个悲剧 但12年发生第一起 就是说美国的反恐工作 总的出来还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也有漏洞值得检讨的地方 刚才破空提到这个安全摄像机 就是这个摄像头的起的作用 当然我们会讨论它引起的争议 那么建立你当时案发的时候 你是在波士顿甚至于在波士顿街头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直观的感受 当时尤其是民众的反应这方面 我们比较感兴趣 对 在这个爆炸发生的时候 我正在波士顿在哈佛的医学院 刚刚做完这个全面身体检查 准备到这个火车站坐火车 回纽约到华盛顿 当时就忽然感觉到 有很多的这个救护车 急救车 正好是在这个 大家要如果了解哈佛医学院的话 那边医院非常多 就急救车从各个医院里就出来了 这个就往那个这个 波士顿的当场市区开去 然后所有的警车都开到地方去 当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几分钟以后 我就收到一个短信 短信是我儿子高中的短信 他说在马拉松这个终点发生爆炸 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师生都安全 那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这时候呢我就往那个出事的地点走 我发现呢就是说 整个这个公共交通当时是停止了 但是老百姓没有发现任何的恐慌 然后街上出现了很多人 就开始把食物拿出来了 水拿出来了 就是有任何需要的 大家就开始互相帮助了 那我在街上一直走了两个小时 走了两个小时呢 走到火车站 路上呢就要经过这个出事的地点 在出事的地点呢 警察在那维持秩序 老百姓没有任何 没感到任何的恐慌 当时我也感觉没有任何的恐慌的感觉 但是呢就是周围的家人已经把门打开了 就是说谁那些运动员 还有那些这个这个这个观摩的 如果没有地方住 都可以都可以到家里去休息去住 那个沿路全部打开了 这就是当时我第一个感到的 这个这个看到的一些现象 至于其他事情 我可以在下一轮再讨论 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处理 一个非常引起大家注意的 就是因为有当时三个人死亡 还有一百 将近两百人受伤 那么很多是重度伤亡 但是当时这个处理的非常好 有条部分 几分钟之内 这些受伤者就被送到 波士顿五大创伤医院 然后进行急救 那么保生除了这些 比如说除了我们从执法角度 你跟我们说从 比如说医院啊 护理还有这些后勤角度 美国处理的怎么样 当然这个发生在波士顿 我们知道波士顿 是美国教育中心之一 那里有美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 哈佛呀MIT呀 波士顿大学等等 当然他的就像建立刚才说的 他的医学的设施 也是非常完备的 否则他不会跑到波士顿 去做全面的身体健康 所以呢 正是 而不除了医疗 先进医疗措施以外 刚才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 新闻节目当中已经播出了 那么在波士顿的 贝斯 以色列医学医院 这是全美国最高精尖的 医学院之一 他们的创伤的这种紧急设施 永远是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 而且一旦病患 他们得到消息以后 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故 有病患需要来以后 他们马上做好了各种准备 而且医院的负责人 就对记者们说 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么好的准备的话 那么很多人他们的后果会很惨 很多受了重伤的人 不可能幸存下来 很多幸存下来的人 不可能能够活到今天 规范那么那么快 对 当时当天晚上就进行了很多节制手术 我在这查一下 我就感觉到就是说 如果要测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这个文明当然是一个全方位的 就一个危机就可以测验出来 而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危机发生以后 整个公民社会围绕着政府 进行的救援活动 非常有效 这个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平时 虽然美国的老百姓批评政府批评的很多 包括批评他的这个反恐这个系统 包括批评他的警察 但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 这个政府和民间的这个信任 马上体现出来了 可以围绕着政府的这个指挥系统 展开一个全民的救援活动 非常的有效 在一个比较 这次特点比较大的 就是说用了这个社交媒体 这个可能是在未来的这个破案方面 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事件 民众提供了那么多的信息 完全是依靠这个自发的 依靠这个社交媒体 没有社交媒体是不可能的 我们回顾1996年的 这个亚特兰大的那个爆炸案 实际上是花了几个月才找到嫌疑人 那个就没有 没有现在这个这么好的资讯的条件 好 刘平先生 我接到建立刚才讲的 他说这个人民和政府之间 或者说是这个人民和这个 治安单位之间的信任 马上你就看得出来了 还加上一句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信任 波斯顿这个历史城市 那是美国历史最久远的都市 它是这个当初清教徒的时候就来设立 所以平常不管大家怎么看波斯顿 或波斯顿怎么样看自己 在那一天 当天晚上我看到有一个标题说 今天晚上波斯顿没有陌生人 就是建立说的 每一个人把门打开来 那么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看今天警方告诉大家 说你还是不要随便开门 除了警察之外 任何人不要开门 因为怕这个歹徒会有 或怎么样作为 也就是说 这个美国社会也基本上 即使发生了这样恐怖攻击 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的相信 仍然是呈现着很高的程度的 好 我们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 每一次美国发生重大的事故 或者这些 我们都看到美国社会的这种凝聚力 这种活力和这种爱心 美国毕竟是一个宗教社会 有宗教情怀 另外它是一个民主社会 有一种爱心 整个存在这个社会 我们看到这一次 刚才大家都分析到了 除了政府的有效 这个民选政府的有效以外 受到民众的监督 另外它这个民间的力量非常强大 像我们在马拉松 这个发生事故之后 马拉松里面跑的很多运动员 有的是医生 比如有一对妇女 父亲和女儿都是医生 马上就去投入了 这个救死扶伤的这个行列 另外呢 有些人在伊拉克战场 有经验 他们也把这个战场上的经验 运用起来 说这个整个场面没有惊慌 但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惊慌 但没有一哄而散 人们都是很快的组织权营救伤者 我们知道这个爆炸是个连环爆炸 有两起爆炸只相距几十秒 而且还找到了五个未爆装置 因为这些人是直生死于度外 如果说他们留在那个现场 那五个未爆装置爆炸的话 更多人会死伤 但他们根本没有想这个 马上投出互助互救这么一个行列 而且我们看到民间的那些基金会 而且我们这次马拉松赛 很多人是为了募捐 为了慈善募捐去跑的 那么民间的基金会这次行动起来 除了红十字会以外 还有当地的一个基金会 叫什么湾放的波士顿也成立起来 波士顿统一基金都集中起来 马上去拯救 而且马上莫得了700万很快的 而且很多波士顿的居民 他们愿意提供住房 愿意提供食物 还有愿意提供交通费 因为整个比赛者来自于世界各地 来自于各大国家有2万多人 他们都愿意帮助他们 所以显示了波士顿和美国这种庞大的 就不仅是一个硬实力 而且是个软实力 民族制度所构建的硬实力 宗教情怀 宗教社会所构成的软实力 让美国在每一次危机中都强大起点 所以没有理由让恐怖分子 吓到美国 而且世界可以看到 美国可以战立的更好 好的 破空 大家刚才都是从人和人的关系这一点 我想补充从政府效率来讲 那么波士顿爆炸案一发生以后 马上波士顿下令各地停止 搜集这个垃圾 要以便这个执法当局来汇集这个罪证 还有就是对所有的航空 对飞入波士顿的航空也实行管制等等 还有红十字会 马上从各地掉入这个血带 因为当时需要大量的输血等等 这些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的运作 它真的是效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很值得赞扬的 所以这个尤其是情报部门 包括警察 平时受的批评很多 尤其是发生效率低 一旦发生这种爆炸案的话 首先得到的也是批评 所以你看又出现漏洞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他们平时的工作 可能是防止了很多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但防止了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老百姓都不会知道 他也不会去宣扬 因为他这个工作的特点 他不可能把这个信息公开 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做了多少的工作 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看到 这时候反而他们受到很多批评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同意破空的看法 美国成为恐怖主义 实行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 12年来我觉得成效还是非常大 对 其实防范了很多 整防很多 谈到警方执法部门的这个效率 我们确实感非常非常印象很深 就是爆炸发生以后 联邦执法部门马上发出呼吁 要求有关的各方面 包括商店啦 还有当时这个游客运动员等等 都把他们的录像录音等等 看到一切都交给警方 那么他们收到多少呢 至少几百个小时的录像 然后刚才刘萍也谈到 就是给联邦机构来打电话 提供线索的有几千起 那么联邦有关部门 能够组织人力在很短的时间内 锁定两名嫌疑人 过去搜索这些信息 而且刚才我看电视 很多评论人士也都认为 联邦调查局昨天之所以 公布这两名嫌疑人 他们照片和录像 是要经过非常慎密的思考的 因为一方面你要动员社会力量 来接拿他们归案 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打草惊蛇 来促使他们狗急跳墙 狗急跳墙 所以要权衡各方面的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以前出现这个情况 就在那个时代广场 说有一个戴红帽子离开广场 可能就是个嫌疑人 后来错了 然后他的生活就因此发生了改变 所以你想想这么多的信息 从里边能够选出 当你看到了 你觉得肯定是这俩 你想当你选的时候 你可不就那么肯定了 好 请你刘萍先生的看法 能够找出来 对 这个在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刚建立讲 没有马上破案 结果有一个安全人员 他是最早发现 有一个可疑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 做一些疏散的工作 要不然死伤会更大 那找不到凶贤 那你是最早发现 你反倒成为一个嫌疑人 他的整个生活 确实是给他带来 很大的困扰 还好 那个凶贤 接着后来 接下来又在那种 同性恋的俱乐部 在这个脱胎医院 又事情爆炸 后来这个人被抓了 原先这个英雄 才又重新回到 他英雄的地位 也就是说 对 最困难的 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的信息 但是你提供的是 正确的信息 而且你要提醒大家 不要随便的 就指责别人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就是说 虽然91过去那么多年 那么这是一次 最大规模的这个袭击 那么其实有无数 被防范的 但是这次 这个波士顿的事情 还是发生 确实显示这个 本土恐怖主义 这个防不胜防 那么 破空你来给我们介绍 你觉得这个防范 美国防范本土主义 这个本土恐怖 它的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为什么那么难 就是说 为什么防不胜防 对 2001年发生91恐怖攻击之后 说实话 不光是我们 全世界的人都为美国 捏了一把汗 甚至像纽约 像曼哈顿 很多人做生意 这个房地产都在撤退 甚至国际学生都在撤退 那么觉得可能美国 从此之后 成为一个危险之地 那么这个 因为美国是恐怖分子 憎恨的目标 而且是攻击的目标 而且美国这么大 有那么长的海岸线 那么美国在全世界 有那么多的利益和军事基地 那么受到攻击是应该说是 这个软肋是很多的 另外美国又是一个最大的移民国家 每年有大量的移民进入美国 所以对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辽阔的浮原 这个众多的城市 要真是防不能防 但是在过去12年中 我们看到 在别的很多国家 发生过恐怖攻击 比如在英国的伦敦 在这个西班牙 在这个 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 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恐怖攻击 而这些恐怖攻击 都跟基地组织 和国际恐怖组织有关联 但是美国反而来 就是说防范的相当有成效 但也有一些幸运 像时代广场 纽约时代广场 这个事先被发现了 还有的尼西亚 那个炸弹没引爆 那尼西亚那个炸弹客 美国也有疏忽 当时他的父亲 已经给美国驻 尼西亚大使馆举报 这个人有点怪异 但是美国只是把他 列为低级别的 一个危险人物 没有注意 直到这个人戴上了 土制炸弹 放在内裤里上了飞机 后来他的这个炸弹 没有爆炸 所以乘客和机务人员 把他制服了 这是个侥幸的事情 但是美国就说 经历了这么多事 它相对来说 还是很强大的 要换一个国家不可思议的 比如在中国 在过去的一些年中 中国政府所定义的 这种恐怖攻击 在新疆就发生很多 但这个是可以争议的 这种就是几乎年年发生 而且在2009年发生的 626事件 75事件 死伤整疾 在美国都不可想象的 但是美国就这么一个 大个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 我想防范还是要 这次事件 给美国一个警钟 就是说 如果它是本土发生的 是本地人 那么是反社会分子 但是如果是来自于车层的 那就跟国际恐怖组组 基地主义的联系 这还是美国的一个隐患 我觉得美国 还有必要采取 进一步的措施来防范 好 我们听听保深的看法 美国现在反恐的形势 仍然是非常严峻 而且它面临的这个威胁 来自各方面 刚才我们大家都谈到了 有基地组织 有其他的国际恐怖组织 如果这次新闻报道属实 这两名分子 嫌疑分子是来自车臣的话 那么有可能又和 车臣的恐怖主义组织 联系在一起 对 所以美国在面临 国内的一些本土生长的 恐怖主义分子的威胁 像对政府不满 像制造这个俄拉河马 政府大楼爆炸案 还有像这个美国总统 美国参议员 发送有毒信件等等 这都属于本土的恐怖主义分子 所以美国面临的 防恐的局势 确实是非常艰难的 而且我们大家都认为 这十几年来 美国政府确实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在反恐方面 而且破获了 挫败了很多恐怖主义阴谋 包括在纽约 这个炸 纽约的一些这个隧道的这些阴谋 都被都被破获了 如果那些阴谋要得逞的话 给美国造成的影响和打击 非常巨大的 那么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要看到美国仍然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 在保安和防范工作方面 仍然需要极大的加强 刘平先生 我们知道在这个就是反恐的过程中 就是很多美国 就是在这次波士顿袭击以后 美国的所有的评论都是说 虽然美国要严加防范对控 但是也不能让它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是美国人始终坚持的一个信念 那么在反恐中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说你要多大的控制社会 和这个美国的自由理念是相背离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 在这次破案中起到很大作用 这个安全摄像头 就是这个摄像机各地 防各种犯罪活动的这个摄像机 在民权社会是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说它是侵犯人权 侵犯人的隐私 那么在这中间怎么寻求平衡 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或介绍一下 对 我就记得说 从前我们到美国 在美国坐飞机 人就上飞机就死了 那现在花几个小时 我们在华府的机场 排两三个钟头来安检 可是大家基本上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这跟我们的安全有关 你我都是平等地要面对 恐怖分子可能的攻击 也就平等地来执行 保护我们安全所必须的一些措施 所以你如果问到说 这中间怎么样来取得一个平衡的话 如果是涉及隐私 那当然是不可以的 可是我们看见现在 比方讲这个后来 起到非常大作用的是 百货公司的摄像头 那本来就是你到百货公司 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你在那个地方被拍到了 那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个牵涉到一个公民 彼此大家共同的认知 好 谢谢您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美国的制度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 救援工作体现的优点 政府和民间的信任等等 还有老百姓的公民意识的水准 都提到了很多的作用 但是它的弱点是什么 就是在防范的过程中 刚才刘萍已经讲到了 实际上它要防范任何的恐怖攻击的话 它需要信心 需要信心的它要跟踪很多人 这时候人们的人权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侵害 这个是一直在讨论的 我相信在这次危机过后 老百姓会重新再考虑这个问题 而且长期以来我想能找这个平衡点 因为老百姓它要集会 要有自己的传统节日 它不可能放弃这些生活的方式 但是它又要照顾安全 这时候怎么和政府之间找一个平衡 我想这个社会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 破空 我觉得我倒是不太担心 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会出现失去平衡的情况 因为我在纽约居住 2001年之前 2001年之后 这个911之后 我感觉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 那么我觉得这个社会会自动调节一个平衡 那就是政府会强调安全第一 政府会在安全上采取强烈的措施 像纽约这么大的移民城市 这么巨大的国际首都 它都管理的经济有条 而且重新回到了 就以前旅游城市说纽约是第一 那911之后巴里是第一 纽约退为第二 但纽约又回到了全世界旅游城市的榜首 而且它在全世界百万人以上的承受也是安全的榜首 所以说我觉得纽约这样的城市 它管理也非常有 但是另一方面 民间团体像公民团体 这个人权团体太起他们的作用 就各起各的作用 他们去推动他们的权力 去保护他们的权力 罚出他们的呼声 这恰恰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自动的平衡 所以不会走极端 不会说因为政府反恐 搞得老百姓就说没有权力了 或者没有隐色 但老百姓也不会因为说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声 老百姓就不管这个安全 我觉得我每次去机场 我看到有时候检查疏漏 有的人没有脱鞋 我还感到隐隐的不安 我觉得这种正确的检查 正确的程序 保障大际的安全 我觉得是对权力的最大的保障 说韩战 有一个名言 我一句话 说自由不是无价的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大家可以理解 好 老师 但是另外一方面 人权组织以及一些公民的担心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确实在执行法律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遵守适当的法律程序 在美国民主社会 法治社会 讲的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知道前日的 也已经暴露出有一些问题 那么联邦有关执法部门 出于反恐的需要 对一些在美国境内的人的电话 进行窃听 你要进行窃听 必须要监听 你要监听的话 必须要得到法庭的许可 法庭要给你监听证 你才可以监听 否则你就会被认为 侵犯了公民的隐私 就是你必须拿出证据 就像警察现在要进你家里面 把你逮捕 要有逮捕令一样 所以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既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 同时也要保证 公民他们正当的法律的权益 不受到侵犯 我们知道 就是一般我们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 非常尊重个人隐私的社会 那么这一次 这个波士顿爆炸案 因为我关注这个调查过程 有一些美国的 这个执法机构 掌握的信息 以前是我没有料到的 我以为美国执法机构 都不知道这些信息 比如说所有的人 我现在才知道 所有人打手机 你的任何时候的这个记录 全部在美国这个 如果他需要这个信息 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是可以调你这个记录 就是说 因为当时有一个嫌疑人 他在放下一个包以后 他用手机来启动 另外一个包的这个爆炸 那么他立刻就可以 从那个时间 真实的时间来调查 当时用手机的是哪些人 所以这些信息 我们当时都以为 因为隐私的保护 美国执法机构 人家根本就全 这些信息全部都有 只在于他用不用 或者确定什么时候用 关键于这些信息 怎么来用 对 那么前几天 我们的同事跟我讲 他有一个朋友 到美国一个大的商店里 去买东西 过了些天 商店里给他来了一封信 说我们知道 你在某天某个时间 在我们商店里 在你旁边有位顾客 他得了一种流行的 这个流行病 很严重的这个传染病 那么如果你要发现 有任何症状的话 请你立即寻找医学 医疗机构的帮助 所以这个是天罗的地方 信息的天罗的地方 全部都讲 看你怎么用 政府的力量是很大的 他这个信息在他手中 怎么用是要合法的 对吧 第二呢 就是我们民众 不能放弃监督政府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因为你权力 只要给他大了 他的自然倾向 就是侵害你的权力 对 在美国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够放弃 我们的监督的这个历史 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知道破空你可能关注 中国的这个网民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媒体受众 对于这次事件的一些反应 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中国的网民和民众 大多数是同情的 我们这次看到 受害人中有一名中国人 有南海 有那个餐厅 有一名中国留学生 这说明什么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 人类是一个地球村 当恐怖活动和恐怖组织 在搞活动的时候 它不是威胁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威胁了整个 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 说没有任何人 可以幸灾落后 可以执生事外 说为什么美国建立一个 全球反恐联盟 意义就在于此 它保护全人类的安全 而不只是保护违规的安全 我想中国人 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中 理解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有一些 其他不同的酸酸的调子 但是民间网民 对美国是非常同情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 跟美国人 在全球化的过程 走得更近了 这一次我自己是注意到 我觉得这个 中国官方舆论厂 和民间舆论厂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中国的官方舆论厂 普遍是从美国反恐 造成的反美情绪 或者是美国的内外政策 造成的反美情绪 来分析 那么民间好像同情的居多 对 老深 和这个911发生以后 中国很多的个人 甚至一些官媒 表示幸灾乐祸 那种腔调比起来 这次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这个三个遇害者当中 有一个是来自 中国沈阳的留学生 这一个很大的因素 可是事件一开始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知道 这一细节 中国民众仍然表示了同情 就是经过了 十几年的反恐战斗以后 世界上人们 基本上都意识到 反恐是没有国界的 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 发生在美国的 也有可能在俄罗斯发生 那么我们知道 车程恐怖主义分子 在莫斯科的地铁 也制造过爆炸案 对吧 那么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 公共汽车系统 也发生过爆炸 在中国也有可能发生 所以在这个方面 大家都应该是 以心比心 出于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 来表示同情和理解 好 这以心比心 我想到一句话 讲到一件事情 亚特兰的奥运呢 那个人 那个凶贤 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引爆 他为什么要进行恐怖攻击呢 他是很恨 他说 花这么多钱 办一个奥运会 太可恶了 我们这个钱可以做 其他很多很多用处 他很恨 说这个社会 怎么可以纵容堕胎 怎么可以纵容同性恋 他是个恨出发点 也就是说 这种恐怖 有的时候未必是一个 这个很崇高的 什么样的理想 而是对于社会的不满 这个是要靠维稳了吗 而是说 你怎么样来 疏解人民这样的愤恨 怎么样让他 有个管道 能够抒发出来 所以这个是 现在面对反恐的时候 不管是美国 或者中国 都应该有的理解 反而是这种 这个恐怖活动 是最难破解的 最难解决的 像这次的这个 他们这个装置 也非常这个简陋 而且他们还去到最后 没有钱去抢劫一个便利店 这就说明 他们不一定是有 很大的组织在背后支持 就这样的 反而是最难防 个人行为最难防范的 好 有关这个波士顿的 爆炸事件的话题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看 中国官方媒体 悼念胡耀邦的含义何在 请不要离开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樊江明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 逝世24周年之际 中国官方媒体发表纪念文章 盛赞胡耀邦的政治成就 并指出胡耀邦的改革立场 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胡耀邦在1987年 因为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不利而被迫辞职 他1989年的逝世 引发了举世瞩目的 全国性民主运动 和后来的天安门事件 那么官方媒体 最近对于胡耀邦的正面评价 有多大的政治含义 人们今天讨论 胡耀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破空 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觉得这次官方啊 多个媒体赞扬 这个胡耀邦的成就 你觉得是怎么解读 我觉得他发表文章 纪念胡耀邦 这个官方和写文章的人 各有两种心态 我先谈这个写文章的人 写文章有两个政治老人 一个叫做周瑞金 一个叫做邓伟志 前面那个是当过 《人民日报》的副总编 当过《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 是体制内的自由派 或者自由知识分子 那么邓伟志是社会学的教授 和专家 也是属于自由派 或者党内自由派人士 那么他们写文章 是处于真诚的纪念胡耀邦 怀念胡耀邦的这么一个动机 比如说他们周永静提到说 胡耀邦是一个真人 好人 善人 那他很明显 他就指胡耀邦的对立面 像邓小平 李鹏这些 就不是 就是一个假人 做假的人 就是一个坏人 一个恶人 那么另外他说 胡耀邦光明磊落 他就指胡耀邦的对立面 像播一播 陈云这样的人 不光明磊落 那么另外他讲到 他讲到胡耀邦排除阻力 平反的工作那么艰巨 他说给300多万人是平反 那么显示了无限的胆略和勇气 那么他就在暗示 你给60平反 有那么难吗 那么有那么大的跨度吗 那么胡耀邦的平反 是从建国以后 一直到文革 一直反右那些都做了 那么你有那么难吗 所以他有强烈的暗示性 那么至于官方的立场 我等一下再讲 好 建立 这个官方 尤其是解放日报 还有人民日报的 环球日报都有文章 纪念胡耀邦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可能是一个新的信息 第一 我认为 不要过度地解读 他的政治信息 因为胡耀邦在逝世的时候 他的道辞力的 对他的定义是很高的 是九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些都应该说 他和后来处理的 赵紫阳是不一样的性质的 就是说在九十年代初 已经有一些 纪念胡耀邦的活动 包括文家宝 在前几年 也专门写文章 纪念胡耀邦 每一年都有 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出来 所以第一 不要过度地解读 第二 要看他里边有什么新信息 刚才破空已经讲了一点 我再讲另外一点 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在平衡党内的各种关系 平衡党内的各种观点 这个胡耀邦的观点 其中是其一个 所以他能给这样的空间 是一种平衡的结果 那也同时看出来 像周瑞金 邓伟志 邓伟志刚刚刚卸任 这个政协常委 就是这些人 他心里是想要政治改革的 他就借着你给我这个空间 我要再喊出来政治改革的呼声 他代表了很多的人的一些观点 这是一个民间的一种声音 在这里能够发声 这里边能看出这么样的信息 我们台湾同胞隔海看这个事情 胡耀邦过世的时候 我刚好在台湾 或者是胡耀邦 是创造了中共党内最民主的时候 那一个时段 我在台湾 可是今天回过头来看 官方容许胡耀邦 来正面的赞扬胡耀邦 或者容许这样的文章存在 是不是根据着 因为胡耀邦仍然是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 或者是共产主义路线 就是他所强调的改革 跟今天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 所要推动 至少他们呈现出来 想要推动的改革 基本上不会动摇 共产党的领导 不会动摇社会主义路线 有没有这个原因 对 这一点是很重要 我们先提提保身 因为这一点确实很重要 就是比如说对于 赵紫阳的待遇就很不一样 对 保身你的看法 刚才我基本上同意 建立他的分析 就是这些文章 基本上还是一些个人 或者一些新闻单位的所为 并不代表整个中共高层 现在有意为胡耀邦平反 释放出一个信号 并不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注意 那么习近平或者说习家跟胡家 他们这种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 还有一定渊源的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习近平不久前 也和胡耀邦的长子 他们有过见面 胡德平 对吧 胡德平有过见面 而且习近平也谈到了改革的问题 要需要党内继续进行改革 所以这在党内还是有一定呼声的 尽管是一些新闻单位的所为 个人所为 但是仍然反映在中共的高层 在中共内部 仍然对胡耀邦有很深深的怀念 这并不是因为出于什么其他 胡耀邦要做多大的改革 而是他在中共文革结束以后 拨乱反正 给很多人平反 给了他们政治上第二次生命 有很大的关系 好 我听听破空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胡耀邦刚才建立提到 确实是多次 其实中共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那么相比之下呢 同样也是被迫辞职的赵紫阳 就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 那么你觉得中共区别对待 这两位前中共领导人 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 我刚才提到这个纪念文章的作者 他的一个心态 我们可以提一下官方的心态 官方我觉得有三个层次可以观察 第一个层次 胡耀邦是没有撞官方的红线的 这个话题 因为胡耀邦跟赵紫阳是不一样的 胡耀邦当时他被逼下台 被老人生活会逼下台 那是个不正常的程序 但是还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位置 因为他去世的时候 中共给了他最高的追悼礼遇 那个礼遇最高的规格的追悼会 也就是说在党内没有否定 胡耀邦在党内 那么胡耀邦如果文章写到他 纪念他 在中国党内没有闯红线 但是赵紫阳不同 赵紫阳他是给他定性是 分裂党 这个分裂党支持动乱 而且赵紫阳是反对屠杀 反对整个共产党的决策 而且赵紫阳后来是受到的待遇 是被软禁 撤销了一切职务 那么这个降级待遇 在这个情况下 中共给他定性的 就是一个对立面 甚至把他当敌人了 说赵紫阳在宪政民主方面 而且走得更远 比胡耀邦走得更远 说这个是一个红线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 跟目前的党内的权力斗争有关系 我们知道2005年 胡耀邦当时纪念胡锦涛 胡锦涛纪念胡耀邦 并不是因为什么他要改革什么 而是因为团派 要凝聚团派的共识 因为团派的力量 政治力量 它的始祖来自于胡耀邦 那么团派为了聚集起来 跟江派作斗争 胡耀邦就是一个最好的旗子 说现在团派也分布在全国过地 包括李克强太子团派 那么对胡耀邦的纪念 对他们来说凝聚团派的实力 而今天的习近平 他为了讨好团派 他刚才建立也分析得对 习近平这样处理关系 他左右不得罪 左右都讨好 比如说左的方面 他在上海提拔了江泽民的亲信 在这个山西 也让李克强的儿子上去 好 破空我们需要你稍微快一点 好 第三点是什么 你的第三点的观点是什么 第三点我就是说 这个第三点就是说 这个党内的 他有一个就是说 那个心态问题 就说因为我们看到 每一年现在有趣的像 不纪念毛泽东 不纪念邓小平 而纪念胡耀邦 每一年都有纪念文章出来 这说明他们知道 胡耀邦是党内的政治产 毛泽东 邓小平毕竟是负资产 他为了讨好民心 赢取民心 这样一个需求出发 对 我那个胡耀邦当政的时候 我是在北京 是一个学生干部 所以很多能够 这个经常有胡耀邦的指示下来 包括我们入党 都和胡耀邦当时 有很大的关系 胡耀邦说是 你们要不喜欢党 要这个加入党 在党内进行改变嘛 你们年轻的智慧要入党啊 当时我们入党 和他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的感觉 现在就是回过头来看 胡耀邦是个非常开明的人 他是个人道主义者 但是他在制度方面的思考 那就比这个赵紫阳 要还是要 赵紫阳更加要差一些 更进步一些 在赵紫阳在执政期间 他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班子 进行政治改革的研究 而且有他的这个计划出来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网站 把这个他当时的计划给公布了 就是说他在制度上 是走得很远的 现在刚才破空也讲了 赵紫阳是被当作敌人的 而胡耀邦不是 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另外这个可以看出 习近平对于胡耀邦的需求 就是说他在党内 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 这是完全是党内 你允许谈论的 另一方面民间 他不太允许你谈论 现在在网上 还是禁词 还是禁词 就是说我还是限制到一定的程度 我完成一个 我党内的平衡的工作 习近平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第一就是党内分裂 第二不可预测的民乱 民间的这个乱象 第三经济垮台 其他我认为这是他最担心的三件事情 所以首先他要解决一个党内的平衡的问题 那民间呢你先不要过谈 不要引起更多的幻想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给人的印象 不只是你做什么 包含你的态度 待会儿就听破空怎么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台湾最近这个林阳港过世 林阳港也是几乎可能成为蒋介石的 蒋经国的接班人 很多人就对林阳港的怀念 不只是他做的什么 更重要的是他给人的态度 给人的感觉 他是一个很宽厚的人 他是一个愿意听你讲话的人 愿意参考你的意见 我们待会儿问问破空 我有个印象 虽然我跟破空不熟 我有个印象 好像胡耀邦派人去听 陈破空怎么讲 很多年前 我不晓得这个记忆是正不正确 有这事吗 好我想我听听这个保生的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胡耀邦赵紫阳 当然是代表中共一个时代 就是改革的这个 改革方面走得比较远的一个时代 那么当时他们俩都是因为 权力斗争而下台 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 中共还是存在权力斗争 但是大家都认为 当时的权力斗争和今天的权力斗争 有非常不大 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 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当时的权力斗争呢 第一不像现在这么公开化 明朗化 因为现在薄熙来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和胡 还有温不同的路线 对不对 当时的一些并不是这样的 至少胡耀邦和邓小平之间的矛盾 在于胡耀邦不听话 他在好多事情上 他没有按照老邓的意思去做 特别是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 不就是允许一些自由派的观点来发表吗 放松一下对言论 对报纸这些控制吗 所以他这个矛盾 并不是像现在那种程度上有很大区别 那么赵紫阳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六四 赵紫阳和邓小平彻底反目 他认为镇压学生是不对的 这样他才把它放在 基本上放在一个反党和背叛党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所以赵紫阳他当时进行这些个政治改革的研究 也并不是和中共唱对台戏的 这和现在的这种党内斗争是完全不一样的 听你碰碰的看法 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权力斗争和今天的权力斗争 有些什么主要区别 对 刚才刘平就让我提到一个往事 就是说我跟胡耀邦有个间接的渊源 本来我在学生时代 我对胡耀邦开始是有偏见的 因为胡耀邦的权力从华克风那里夺了过来 我是不满 另外胡耀邦就是说起话来 跳来跳去 我觉得他很不稳重 那么当时我也没有看出 他们有什么区别跟邓小平 所以我对他们是很不满的 那么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就是1985年 我们当时在上海要组织学潮 那个918的时候 后来被江泽民市长破坏 以交通安全中破坏了我们的学潮 那么我当时作为一个领头人 我就说激流勇退 就这一年不搞了 我就换一种方式 我就给胡耀邦上书 我就亲自写了个万言书 其实没有万言 六七千字而已 那我准备发动很多研究生来签这个名 结果当时非常胆小 最后签名 一共连我栽的只有十个人 那么有一个人去寄信的人 他临时他把他的名字还拿掉了 所以当时风险很大 风险很大 结果我当时很不安 寄出这个信之后 给胡耀邦写了这个信 就讲要政治体制改革 不仅要竞争 而且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报刊上没有 我们信里面写着六个字的时候 报刊上见不到的 然后我还提到学生运动是爱国的 不需要被干涉 我们时间非常紧 请你稍微加快一点 马上讲完 就是说过了半年 胡耀邦派了两个人 一个姓孔的科长 中宣部两个人 来见我们一个姓孔的科长 一个姓杨的处长 来见我们 然后听取我们的意见 整整让我讲了两个小时 我就当时一下对胡耀邦改变了看法 我就觉得这个总书记是很开明的 说后来我对他这个 就是说我觉得从党内的改革出发 还是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基本上一度时间放弃了 从体制外做这个事情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开明呢 对共产党还是很重要 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当时的权力动争 建立已经排不及待了 当时的权力动争和现代的权力动争 最大的区别 当时老百姓可以看出来 谁是改革派 谁是不是改革派 谁是保守派 而现在看不出来 换句话讲 就是当时的这个政治人物 尤其像胡耀邦和赵紫阳 是有政治理想的 但是现在的政治人物 只不过最主要关注的是权力 所以现在可以成为是权力之争 以前可以成为是路线之争 换句话 当时是理念之争 现在是利益之争 当然也有 以前也有权力之争 也有权力之争 但是呢 它这个理念之争在里边 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成分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最大区别 也正因为此 那个时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 所以那时候的中国人 无论是在朝的还在野的 都觉得中国有明天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盛世了 已经没明天了 就是说现在是 明天了 我们要再回顾胡耀邦阶段 很多人都说胡耀邦阶段 非常好 非常好 实际上 我觉得当时言论控制的还非常严 当时胡耀邦 还有这个管新闻的这个胡启力 都有一个名言 叫做科学研究无界限 新闻报道有纪律 就是说实际上言论还是比较 控制的比较严的 最后因为只有一分钟时间 今天破空的分析 因为我知道你写过书这方面 就是说这个赵紫阳和胡耀邦 作为中共领导人被迫下台 大家认为对于后来 中共的权力交接 和这个权力斗争的生态 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那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觉得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 这两位开明领导人被迫下台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 刚才大家就看到 胡赵时代 如果说有斗争 还是一个路线斗争 你是要改革开放 还是要走回头路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他的路线斗争 就是一个利益之争了 我们看到最近 除了习近平 他们这边有放风 给胡耀邦一定的纪念以外 但是陈元 他的出发 他去纪念清明节 去纪念毛泽东 去纪念波一波 而就在波西代倒台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 这个里面就是个利益之争 我们知道陈元 他是一个三大家族 是一个腐败巨头 他当了政协副主席 就今天中共内部 利益分配不均 由于利益 而妨碍中国改革的现象 使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疾首 如果他是路线斗争就好了 是要往前载后头的问题 他是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 而是在党内怎么分配的问题 使中国的党内的改革 已经陷入一个绝境 我觉得民间的觉醒 公民意识和网民 这些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好 非常对不起 我知道各位还有很多要说的 但是我们这部分的时间 已经到了 非常抱歉 那么接下来很快 就是我们的教理对话节目 请您不要离开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我觉得他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上面这个体能见 我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 外国人怎么念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头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速沟通的 我保识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好 又到了我们的弹务细发栏目 请各位点评 最近一个星期一些没上头条 但发人深省的新闻 刘平先生 好的 纽约和波士顿 从17世纪 两个就是互别苗头 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在体育竞技上尤其如此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在棒球上 波士顿的红袜队 本来在19世纪 20世纪初是很风光的 成就在羊鸡 纽约羊鸡之上 可是后来羊鸡 把他的baby roost 把这个红袜 把baby roost卖给羊鸡 从此一锤不振 86年没有拿过世界冠军 被称之为这个魔咒 到2004年才打破 这一段时间里 纽约羊鸡拿了26次世界冠军 至少有12次红袜队 临门一脚就可以登上 联盟冠军宝座 就是被羊鸡打败的 所以谁在羊鸡唱红袜的歌 或者在红袜唱羊鸡的歌 那就是在蒋介石面前 唱义勇军进行曲 你这是这个目黒王法 可是呢 在4月16号那一天 在羊鸡球场 大家一起唱红袜之歌 Sweet Caroline 后来我知道 那天在中西部的芝加哥 在科罗拉多 到西岸的洛杉矶 到南边的这个Miami 都在唱 所有的球场都唱波士顿的歌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那一天 前一天波士顿遭到了 恐怖炸弹攻击 这就叫做人间有爱 好 建立 昨天成都商报 登了一个消息 说缅阳公安破获了一个 巨大的制造假茅台酒的这个网 这个事发原因呢 是因为有一个 缅阳的一个地产商 大地产商要嫁女儿 买了一千多瓶的茅台 后来发现是假的 全都是假的 但是后来大家就想说 是你这个是做假 做到这种程度是一方面 你这个商人 这么精明的商人 怎么会上这种当呢 这个中国的茅台产量 一年也就是两万吨 他一个人搞了一吨的 一吨还多 所以这个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觉得在中国啊 这有很多现象是 真是这个做假 还有这个上当 都是有很大的原因的 所以这礼拜是值得琢磨的 保身 这个礼拜呢 杭州的一个小学 举行运动会 那么在开幕式上 竟然有二十多个学生 由于体力不支而晕倒 为什么会晕倒呢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人说啊 这个领导讲话的太多了 讲的太长了 也有人说 这是由于开幕式太长了 各种各样的表演 有集体舞 有跳大绳 还有气球方阵表演等等 但是天气不是因素 那天天气很温和 时不时还下点小雨 这我就感觉奇怪 你小学搞个运动会 这么多领导讲话干什么 另外你这个小学的开幕式 为什么要搞得 跟奥运会的开幕式一样 让孩子们上去 跑跑跳跳蹦蹦 不就行了吗 所以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分析 就是现在啊 这孩子们啊 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差了 简直是弱不经风 整天是看书 学习 看电视 打电玩 把身体都给搞糟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小学运动会 不开眼吧 好 破空 就是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 出现下滑的趋势 有人就把这个怪罪 习近平反腐 说是这个他好心办了坏事 因为他限制官员的吃喝 我们知道政府官员 有1000万 他们的有政府 1000万的官员 有政府的这个信用卡 他这个每年这个吃喝 就是4000多亿 说这个 这个一限制之后啊 这个高档的宾馆和餐饮 也受到打击 另外那些高档商品也跌价 所以说这个吃喝经济腐败经济 在中国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我就想起了 以前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长 他因为贪污社会被判处死刑 他临死前说了两句后悔的话 他第一后悔 他说我住过无数的豪华宾馆 还没有住过总统套间 他说我喝过无数的穷江玉叶 还没有喝过路易十三 好 谢谢各位的点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刘平 杨建立 宝生和陈破功的 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是YouTube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提出您的建议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带您看看 美国警方搜捕波士顿爆炸案 第二名嫌疑人的最新的视频 我是宁兴 祝您晚安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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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